你好 謝謝 我今天到現場就一直找里長到處都找不到 然後義工就說里長變嫦娥 我一下子沒聽懂我說里長變什麼 嫦娥 然後就看到美美的嫦娥站在我旁邊 真讓我驚豔 我認識我們許惠來里長很久了 第一次看到她變身為嫦娥 打扮起來還真有古典美 謝謝 也可以看到里長非常的精心策劃 今天這一場中秋節的活動還親自做變裝秀 希望能夠讓我們泳村里的大朋友小朋友 合家團圓快樂 新義區泳村里今年的中秋連歡活動相當有特色 里長許惠蘭特別以優雅的古典裝扮 Cosplay成嫦娥仙子主持里內的活動 李明稱讚里長服務用心又相當有創意 今天我因為中秋節的活動 所以我打扮的是嫦娥 我們今天說里長不在家 嫦娥來代班 對 然後我們這個裝 我們老師幫我花了兩個小時 因為我本身一直有在跳民族舞蹈 對 我們有很多的造型 我們也有那個印度服裝 然後因為剛好我想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就沒有練習了 然後反正既然有服裝嘛 我就拿來不表演沒關係 看里長變換一下造型 耍寶一下也是好 覺得里長的裝扮有沒有很漂亮 有 好漂亮 謝謝 偏你下凡 謝謝你下凡 他又很熱心 又很熱心 很乾乾淨淨的 都會小小弟啊什麼的 很不錯 很好很好 里長很用心啊 平常都服務那個里民啊 對啊 那個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很棒 住了四十幾年第一次參加活動 今天怎麼會第一次會想來 天體還不錯 也蠻快樂的啊 反正也熱鬧嘛 你有沒有覺得里長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對啊對啊 現在嫦娥 中秋節活動我們就是祝大家嘛 中秋節快樂 月圓人團圓 然後我們禮拜準備了柚子 還有垃圾袋 還有蛋糕 然後當然議員也幫我們準備了很多 我看好像有銅鑼燒 冰棒 扇子 口罩 袋子 我相信里民一定拿得好高興 我看得都好高興 太有倡議了 除了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嫦娥天子以外 有那麼漂亮的嫦娥嗎 這個里長他有倡議 這個我參加那麼多的活動那麼多年 第一次打扮嫦娥的里長 讓大家歡樂 里長的工作是服務大家 還同時讓里裡面一團和氣 所以非常非常有創意 那我想中秋是大家前家團圓的好日子 也藉著中秋聯繫大家彼此之內的感情 不管是設計 不管是家庭感情都一樣 我們在這邊要再次祝福 我們全體的台北市民 都能夠中秋佳節快樂 也感受到這麼多禮都辦了慕琳活動 我們當任議員的 可是跑到氣喘嘻嘻的 但是還是得要堅持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這個氣氛感覺非常的熱烈 感覺有感受到濃濃中秋節歡樂的氣氛 尤其我一進門就看到我們的嫦娥 真的印象深刻是我們許惠蘭里長 精心裝扮的 那在現場也看到大家非常井然有序 然後非常的熱鬧 這個感覺真的很開心 有這種濃濃的淋漓的溫情在 那在這邊也藉著機會 祝福我們信義區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能夠中秋佳節愉快和家平安 謝謝 信義區永春里在雙永國小 舉辦的這場中秋活動相當熱鬧 里長用心準備了柚子等宣導品 讓李明依序排隊領取 松信地區的眾選將也來到活動現場 與選民互動 歡度中秋佳節 那今年我也特別準備了銅鑼燒 因為很多人吃月餅覺得太甜了 那我們的銅鑼燒其實是全年的銅鑼燒 那其實還蠻好吃的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銅鑼燒給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尤其是老人家 因為老人家吃月餅會容易太硬了 那吃銅鑼燒比較軟比較好吃 那所以我希望說借用我們提供這些物資給民眾 讓民眾感受到一些溫暖 那也希望大家能過好中秋 也希望大家在中秋節的時候 大家開開心心能過日子 我參加了一二三 三個以上了 那第一 那我們剛來到我們的那個永春里 就感受到滿滿的中秋節氣氛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嫦娥 沒想到我們里長這麼用心啊 許惠蘭里長相當的用心 然後辦嫦娥來跟大家互動 那也非常感謝里長 我們許惠蘭里長 那他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你可以看到這個里長辦一個嫦娥仙女 真的非常非常特別 然後我還想講一下許惠蘭里長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像今年大年初一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要來這個幫大家拜年 我們許惠蘭里長在大年初一的時候 他的里辦公室就是開放的 就是因為很多的這個里民啊 可能大年初一出來啊 就可以到那邊吃一個糖啊 大家聊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貼心 今天天空作美天氣也非常棒 是一個很好的半活夢天氣 那也祝大家中秋佳節快樂 感謝里長 感謝我們許嫦娥小姐 謝謝 那麼熱的狀況之下呢 想說讓大家清涼一下 所以我今天特別別出精彩 別出精彩準備了這個冰棒要送給大家 那除了現場有冰棒之外 還有這個好涼的涼扇 那還有口罩 就是呢讓大家能夠有這個冰棒 或享受這個涼風的同時 也是要照顧好自己 所以防疫的口罩還是有準備送給大家啊 那剛好這邊比較特別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住在永春里里上里民 所以其實大家很多都遇到鄰居相親啦 所以其實就很自然的跟大家聊天 然後中秋快樂 然後一起享受這個節慶的氣氛 那特別是我們永春里的惠蘭里長 今天非常用心 他還特別打扮成嫦娥 整個大家看到就哇 這應該是我今年跑下來 最有中秋感覺的這一個鄰里活動了 然後我剛剛私下偷偷問他說 哇他一整身這樣settle下來要多久 他說要兩個小時 所以里長為了我們 讓我們感受到一個佳節 大家一起歡慶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許惠蘭里長也相當感謝里內的志工團隊 一早就來服務里民 讓活動順利進行 透過這場中秋節聯歡活動的舉辦 也讓永春里的里民們互相聯絡情感 感受到中秋節過節的氣氛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早 感谢观看